二战后,亚洲的诸多国家才重获新生,独立建国,然而因为新兴国家的制度不完善,导致很多元首都死于政变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国王,他在访门中国期间,手下趁机夺权,在无奈之下,他只能流亡中国,晚年在北京去世,这个国王便是诺罗敦西哈努克。 他出生于柬埔寨的王室家族,外祖父病逝后,19岁的他回国继承了王位,后来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,带领柬埔寨走向了独立。 1955年,因为不满君主力限制对自己的限制,西哈努克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父亲苏拉玛里特。 1960年,苏拉玛里特去世,柬埔寨王位空缺,在这样的情况下,西哈努克创造并担任了国家元首一职,成为了柬埔寨明利安里的最高政治领袖。 1970年,西哈努克前往中国北京进行国事访问,就在这时候,早对他抱有不满之心的副首相施里马达发动政变,控制了柬埔寨上下,宣布罢免西哈努克首相之位,并判其死刑。 这下子,柬埔寨是回不去了,进行国事访问的西哈努克,顿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。 周总理在听说了这个消息后,决定迎接西哈努克前来中国。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帮助下,西哈努克在中国建立了流亡政府。 1975年,柬埔寨为政府被打败。 同年八月,西哈努克被迎接回国当了首相,然而,回来过西哈努克才知道,自己这个首相不仅一点实权都没有,甚至还被后来居上的党派囚禁在王宫之中,五个儿子还被虐杀。 1979年,越南侵略柬埔寨,趁着全国上下一片慌乱之际,西哈努克找到机会,带着家人逃出了柬埔寨,来到了中国。 1993年,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,一年后国内发动政变,幸好被成功镇压。 2003年,自觉无趣的西哈努克,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西哈莫尼。 2012年,西哈努克在北京去世,享年90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